立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说首先这一天呢 我们要为所有的众生祈福 为所有的听众们神仙们祈福 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 身体更加的健康 心情更加的愉快 事业工作家庭都越来越吉祥如意 我们也要知道一些养生的知识 立动呢 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养生呢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睡眠呢 跟其他季节有所不同了 从今天开始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叫做早睡晚起 也就是说立动之后呢 我们根据皇帝内经的教导 应该早一点到床上 到被窝里面去 休养生息 早上呢晚一点起床 天光不放亮就不要起床 这是特别是越是向北方的地方 越是如此 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气呢 它是通过天文学而来 是非常科学的 立动之后 天气就会越来越走向寒冷 北方就越来越冰天雪地了 这个时候要保养我们的肾气 肾脏为我们的阳气所生发的地方和保养的地方 也是天与地与人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我们称为命门 要好好保护 特别如果中年人或者老年人 在这个腰部 命门这个地方 就应该有 比较温暖的东西 要附住这个命门 附住这个腰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